大家好 门口花的何生生 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是媳妇的生日 所以在连夜给了生日礼物的情况下 还要带着她一起去度过一个美妙的午餐时间 大家不要问我为什么不是晚餐 因为晚餐要带娃 回家吃饭 家里庆祝 所以我们中午决定去吃一个非常网红的餐厅 叫做Lady Lunch 好 我来纠正一下 刚才说的是Lunch Lady 其实叫Lady Lunch 不对 刚才说的是Lady Lunch 现在其实应该叫做Lunch Lady 搞得我好晕 这个餐馆在一条非常出名的街叫做Commercial 以前给大家介绍一个叫Ace的楼盘 就在这条街上 这个街可以说是老外们非常喜欢的一条街 商业活动极其丰富 社区也很热闹 所以在这个区生活是非常能充分的感受到 这种西方的这种文化 而且在这条街上有很多意大利的人 所以它这条街有的时候也会称作为叫做意大利的聚集区 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店 这个店叫叫什么 这是一个炸鸡店 我以前在赌场博彩局工作的时候经常来这边吃 它有一种辣是一种变态辣很好吃 所以这个街上好吃的东西很多很多 这边让我找到了一个电话亭 现在去英国的感觉 但是电话亭已经报废好久了 好破的感觉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背景里面有很多穿橘红色的衣服 包括孩子今天上学也穿着橘红色的衣服 请问是为什么 为了纪念死去的印第安人 对原住民嘛 这就是lunch lady了 大家看到没有在街对面 一个非常低调的地方 我们来一起品尝一下 究竟有多好吃 看这边呢大家就能看出来 它其实是一个越南餐馆 但越南餐馆通常都有一点fusion的感觉 就是这种法越合璧的这种感觉 然后它边上也有一个可以坐在外面的地方很惬意 待会我们就打算坐外面 怎么说呢走在Commercial这条街上呢 就真正的让你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出国 你平时下了飞机之后真的不太能感受得到 来到这条街上你就能感受到 这种外国的文化呀 然后一种多元文化在加拿大嘛 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Havana 这种古巴菜呀 越南菜呀 意大利菜呀 那么华人在整个这条街上可以说是非常小的一个占比了 整个这条街上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就是非常的精彩 我就跟大家讲啊 走在这条街上什么感觉啊 你就感觉整个这个街啊 做的店呢 它都是活的 我觉得就是什么sushi啊 在这边就显得特别的佛系的感觉啊 有一种那种在泰国呀 或者在美国波尔兰那种感觉啊 你每个店都有自己的音乐 然后都试图在极力的去吸引客户 感觉非常的活分 如果有哪个小伙伴觉得在国外呢 一片死寂哈 没有人非常的安静啊 大家可以来commercial drive这边来看一看啊 一定有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刚才那家白色系的店 大家有没有看到叫Livia 很早以前做美食节目的时候 还有拍过那家店啊 就问大家厉不厉害 现在该知道这个身上的肉 都是怎么长的了吧 饭店总体来说很有设计感 不然我们想做户外的 但是户外的位置没有好 所以我们就坐在室内了 大家看看它整个这屋顶呢都漆黑 这很火的餐厅啊 它都这样 就是它整个里面的这个摆饰什么的 就感觉其实还好 没有说特别的好 可能主要是它的食材本身啊 可能比较好吃 待会我们来看一看 都上了什么吃的啊 这个很有意思啊 这个是可以拿这个菜叶包着这个 然后在那儿酱汁的 这个呢是类似一个米酒的那种啤酒啊 是本地的 我本来想点西贡的 但是没有 不要让这个媳妇的一个特点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大家看得到这是什么呢 这其实是炸虾饼来着啊 感觉还不错 你可以拿这个生菜呢 把它包一下也是可以的啊 我先尝一尝吧啊 它这个春卷呢我觉得也不错 但是春卷皮肤就有点厚 稍微有点没味儿 所以你要吃的话 咬一口 就蘸一下它的辣酱 对 但是感觉皮肤也是有点厚 我觉得哈佛家可能皮厚 这是它的特色啊 我们点了两个酒 然后两个前菜 然后两个主菜 大家猜猜我们花了多少钱 一百块钱 加上小费一百二十左右吧 在外边吃起来就是这么贵哈 当然我们吃这个虽然有点特色 但说实话我觉得还好 可卷客链店很多 牛肉那个牌我觉得还不错 春卷说实话真的是不太行 春卷那个皮很厚 然后整个嚼起来呢 我觉得对于我的这个 这个 咬合鸡啊非常的考验 后来那个虾饼呢 真的也是蛮厚的 而且吃起来挺硬 我吃了两个春卷 吃了一个虾饼 我这个腮帮子就有点酸了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 我觉得还好 我就可以来体验了 但是可能长期来吃不太合适 然后再加入我们儿衣服 但是就可以先忙 Bagley 雷